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9年春天 广州市攀渔区小谷围岛 一座现代化博物馆进入了开馆前的倒计时阶段 这是一组庄严肃穆的房谷建筑群 高条的屋檐 硕大的投拱 呈现出浓郁的唐宋风貌 十六年前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先后清理了两座 隶属五代十国南汉政权的地灵 让人惊讶的是 根据文献记载 其中的德灵竟然是在明朝末年因为雷击被意外发现 遭遇民众哄抢后 又门户洞开了数百年 可尽管如此 完全不报任何希望的考古发掘 却依然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 随后发现 规模更大的康领 不仅零号的判断一波三折 就连它的功能 性质 学者们也经历了一个反复修正的过程 连续十七个月艰苦的工作 南汉二陵的发掘 不仅顺利入选 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还因为奇特的建筑形制 以及曲折离奇的经历 被永久载入了中国考古史册 今天 遗址博物馆的建成 终于可以让更多观众熟悉这段历史 历经千年风雨 在不同历史阶段 截然不同的命运转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州古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广州古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 都在那个区域 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来说 它是非常罕见的 在广州城市中州县 繁华的北京路步行街 考古工作者的发现 就直接证实了这个观点 在这个现代路面下面三米以内的深度 发现了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 层层叠压的十一层 也就是说广州古城中心没有变 广州古城周周县没有变 这都是延续千年的这个文脉 1983年6月 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政府北侧 直线距离只有九百多米的香港山 意外发现了一座开凿在山腹中的巨大陵墓 根据陵墓中出土的文帝行洗经验 以及大量金银器 玉器 铜器等随葬器物 学者们判断 陵墓的主人是南越国第二位国王赵墨 南越国立国于公元前204年 开国君主是秦朝末年的南海君卫赵陀 公元前112年 历经武王 享国93年的南越 被汉武帝刘彻出兵剿灭 1995年 考古工作者又在位于市中心的中山四路附近 发现了一出出土大批石制构建 拥有园林水井的建筑群遗致 最终被认定为是有着2100多年历史的南越国王宫 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公元实例 有意思的是 在发掘南越王宫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在距离一千年左右的地层里 竟然发现了另一个政权王宫留下的痕迹 就叫南汉国 南汉国的都城也是在广州 它的宫殿区也是在2000年前的南越国的宫殿区所在的位置 南汉是唐宫之间 五代十国时期 割据岭南的一个地方政权 前后持续了55年的南汉 虽然地域面积和国力都不如南越 但前后四代国主却都自称皇帝 还一度秉承北伐中原统一天下的志愿 城市位置不变 范围不变 仅有的两个建都于此的王朝 相隔千年 却选择了同一地点修建王宫 这在中国城市历史上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可是南越国王宫王墓俱在 那么史料中记载的南汉德陵 康陵究竟在哪里 两座地陵又是否会像南越王赵末一样 装满国宝奇珍呢 时间一晃到了2003年春天 当时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接到了一项配合大学城建设 先期进行考古调查 勘探和文物保护的任务 我们2003年春天来的时候 三月份来的时候 整个小谷岛还是一片重振的岭南 浓冲的这么一个景象 生态都很好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些高楼大厦 说是那种原生态的风光 面积足有20平方千米的小谷围岛 位于广州市区东南 是珠江江心的一处沙洲 根据广州市政府的规划 大学城项目2003年1月正式启动 2004年9月新学期开学时 就要有包括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 华南师范 星海音乐学院等十所高校入住 原本以农业生产为主 植被茂盛的小岛 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勘探队员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摸清岛上所有古代遗存的具体位置 一开始 勘探队员的注意力 主要集中在岛上 两处自然村落的古代民居上 沧海桑田 由泥沙堆积而成的江心州 极易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长江口的崇明岛 湘江中的橘子州都有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位置不断移动地记载 可是当队员们来到岛上的北庭村时 却从村民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 他们就马上就指出来 就是说离他们北庭村 那个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硫磺种 硫磺种 顾名思义 应该是一位姓硫的皇帝所拥有的地灵 可是不要说考古知识 就是对历史知识也稍显匮乏的普通村民 怎么知道什么是地灵 又怎么会清楚灵墓主人的姓氏呢 考古发掘史上 常有民间传说或古代文人笔记 张冠礼带 弄错名人墓葬的故事 在村民的带领下 队员们来到了北庭村村东 一座名叫青港的小山北坡上 经过多次捣扰的大墓 门互动开 显得十分荒芜 到现场也能够看到 就是说它有杂草葱生的掩盖的下面 能够看到露出一截的洞口 仔细观察周边环境 勘探队员很快找到了硫磺种 是一座高等级墓葬的第一个证据 原来的分土的高度应该都大大降低了 但是隐隐约约的还是能够看到 有一些它这个砖石 就是它墓石上面 有一些一个龙起的这么一个土堆 不是很明显 但是显然它是上面是有分土的 根据村民讲述 因为坚固耐用 硫磺种曾经被当作生产队的防空洞和牲口棚 不知是为了进出方便 还是早年盗墓贼所谓 大墓涌道及挡土墙被拆开了一个大洞 墓门早已不见踪影 但从种种细节来看 砖石的营建的确十分靠旧 它在那个三岗三腰这个位置 它挖了这个树穴 就是那什么长方形的树穴土坑 然后构建用砖 用这个砖 清砖构建这个墓石 之所以说大墓十分考究 除了因为地势开阔 符合古代勘语学说 对墓葬风水的要求 残破的涌到绚顶 厚达一米的青砖层 也说明墓主人财力雄厚 我们从它那个砖的那个颜色规格 和墓葬的形制来看 它应该就是说 晚唐到北宋早期 这个时间段的墓葬的典型的形制 尽管可以锁定硫磺种的大致年代 但勘探队员还是心存疑惑 广州郊外的江新洲上 怎么会有一座地灵突兀出现呢 围绕着硫磺种 队员们进行了细致的钻探 钻探数据显示 砖式大墓长度超过11米 宽接近5米 是整个岭南地区已发现的单体墓葬中 最大的一座 明显具备极高的等级地位 可是尽管墓葬规模不小 但却远远没有中原地区唐宋帝陵 那样气势恢弘 历史上 这位姓刘的皇帝是否真的存在 他又是哪个王朝的统治者呢 查阅史料 队员们竟然在不少方制类文献中 发现了关于刘皇种的记载 从这个地方文献 就是说广东的地方文献来看 实际上就是说在 上次在明晚期 就是明末到清早期这个时间段 有很多的文献都提到了刘皇种 在这些文献中 刘皇种被古人考证为 另一个建都广州的政权 五代十国时期 南汉开国皇帝刘衍的康陵 刘皇种这个俗称名副其师 可是五代十国距今一千一百多年 处在唐宋之间 康陵又为什么会在数百年后的明末清初 引起关注 仔细阅读这些文献 队员们看到的竟然是一个 充满了盗墓笔记风格的玄幻故事 它在里面就是说 最早的文献本身记得都比较详细 而且是颇有故事 颇有振动性 意思说明从真九九九年 因为打雷 打雷突然一下子说 把那个就是说 这个刘皇种 这个康陵的这个封门那地方 就打出一个洞来 崇祯九年秋 朱间有雷出 奋而成雪 一田腹见之 口已时 空空游生 这段文字出自广东新语 卷石酒 焚语 说的是明从真九年 即公元1636年 小谷围岛某处 被雷劈出一个大洞 有位农夫往洞里扔了块石头 回声表明 里面有很大的空间 开始还不知道里面是怎么样 然后又放了个机进去 因为不知道里面是怎么情况 放了个机进去 等到天亮的时候 机就叫了 意思说可能里面 可能也是安全的 看到没有危险 村民们争先恐后 进入墓室 看到的情景是 唐雨豁然 株连半垂 左右金岸玉脊被裂 有金人十二 举之 重各十五六金 中二金像 勉而作 若亡雨后 重各五六十金 照文献的记载 就说 看到了很多的那些宝贝 怎么怎么样 如何如何的神奇 在这个阶段 广东新雨的讲述 正式进入了玄幻模式 什么 当窗一宝镜 大镜三尺 光竹如白日 什么 宝燕一 燕池中有一玉鱼 能游动 碧玉盘一 以水满柱其中 有二金鱼影浮出 种种奇珍异宝 不一而足 阅读进行到这里 队员们面面相觑 不禁开始怀疑起 这不方志的可信程度 但广东新雨的作者 屈大军可不是一般文人 作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他 不仅是清初著名学者 诗人 还因为史智反清复明 与重考证 开谱学新风的顾延武 相交莫逆 顾延武的弟子 学者潘磊 为广东新雨所作的序言称 屈大军考方于 批制成 厌之以身经 争之以目睹 久而成新雨一书 在今天 人们对这部内容丰富 记录了大量广东 物产民俗资料的文献 评价一直很高 可是 先不说 有没有五六十斤重的金人 能把整个墓室照亮的宝镜 内中有育鱼 能游动的艳态 注水后 才浮现出鱼影的预盘 是否真的存在 令人不敢相信 广东新雨记载 康陵遭遇民众哄墙之后 地方官员得到报告 亲临现场 不仅将剩余的文物 搜紧带走 还记录了墓志上的文字 志文字名 高祖天皇大帝哀策文 指明墓主人 是南汉开国皇帝刘衍 刘衍原名刘衍 是唐末封周刺史刘谦的第三子 刘谦死后 长子刘尹继任刺史 梁王朱温窜堂称帝后 封刘尹为南海王 公元九一七年 继承兄长王位的刘炎称帝 建立南汉政权 称帝之后 刘炎仿武则天 以日月当空 生造赵字的旧历 寓意飞龙在天 造出炎字 改名流眼 广东新语所讲的故事 匪夷所思 但部分细节 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遭遇轰强的珍宝 有多么神奇 应该是道听途说 但地方官员 记录墓志志文这件事 作为生活在同时代的著名学者 屈大军应该不会搞错 结合现场大幕涌道坍塌的事实 队员们初步确认 眼前的刘皇宗 的确就是南汉高祖刘衍的康陵 可是随着钻探面积的扩大 人们却发现了一些 与史实不符的疑点 地面上除了不太明显的 风土堆之外 没有发现其他的 就是说跟墓葬有关的遗存 南汉政权虽然偏安岭难易于 而且只存续了55年 但作为开国皇帝 刘延死后也应该极尽哀容 与五代时期其他割据政权的地灵 亡灵相比 眼前的大幕不仅墓室规模较小 而且也没有帝亡灵园该有的 罗城 神道 响殿 明楼等墓前建筑 把它放在整个五代十国的大背景 下面来看 四川成都的前后府 包括南京的南汤 五代十国的这么一个是 君主的一个墓的话 他可能墓室的 本身墓室的这个规模 甚至都不及他们的一半 墓室局促 而且又缺少这一时期 应该有的灵源制度 似乎不太像是文献记载中 在为二十六年 且后期极尽奢靡的流眼的风格 推测中的康陵遭遇过毁灭性的捣扰 又长期背后人站坐他用 按说应该不会再保存有随藏器物 但对广州来说 南汉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 但考古不是挖宝 陵墓建筑本体 以及围绕它的藏制 藏俗 都会为研究南汉历史提供珍贵资料 03年春天之后 我们做了考古调查以后 然后我们就形成了考古调查的一个成果报告 然后就把那个硫磺种 我们认为的康陵 要作为一个发掘和保护的这么一个对象 我们也大概也知道 这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了 时间到了这一年的六月中旬 发掘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 恰逢岭南漫长闷热的夏季 康陵考古正式启动 领队由时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冯永区担任 张强路则负责现场发掘工作 清理一座土坑砖式大墓 原本的程序事先清理木道 找到木道尽头的涌道以及木门 从这里进入墓室 再沿先后顺序 依次提取不同墓室中存放的随葬器物 可对于眼前的硫磺种来说 搞清楚墓葬建筑结构 似乎成了唯一需要做的工作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对北亭村村民来说 硫磺种就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利用价值 从那以后 每逢雨季 总有泥土从敞开的涌道进入墓室 前面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 我们就是在挖土坑 就是挖清理那个什么 这个墓室里面的这些淤积进去的土 自从有考古队来到北亭村 发掘硫磺种后 总有好奇的村民在现场围观 看到队员们认真清理墓室内的泥土 村民都感到十分可笑 嘲笑我们你们挖什么挖呀 我们当初这个地方我们最早做防空洞 后来在这里面放牛 就是在近一二十年以后 它在里面堆的是土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你们不要在这挖了 费力气 村民们的嘲笑透露着一定的善意 但考古队员坚信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南汉早已远去的历史片段 一定会在这样艰苦的工作中 一一重现 发掘工作持续进行 时间很快进入了七月 岭南地区最炎热的这个季节 给来自天山脚下 还没很好适应当地环境的张强路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就是说我家乡新疆 它夏天热的时候也能到三十四五度五六度 但是它早晚温差大 就晚上睡觉 休息肯定没问题的 这个广东 就是这个是比较要命 在学生阶段就已经理解了 野外工作性质的考古工作者看来 无论是敦服在阴暗潮湿的墓室里 寻找可能出现的古代信息 还是在烈日下挥汗如雨 都是今后工作的常态 但小谷围的一个个不眠之夜 却让张强路领受了什么是广州考古 那个临时驻地里面也不可能有空调 我们主要就是晚上是 那种什么防热就是吹风扇 最怕就是停电 世纪初的小谷围桃 电力供应一直不太稳定 硫磺种的发掘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持续进行 柳黄种墓室建筑十分方正 前室内部空间长6.27米 宽3.14米 东西两侧 厚达1.3米左右的墓壁上 上下两层交错分布着18个壁堪 在清理淤土的过程中 考古队员发现 硫磺种原本的随葬器物 的确被劫掠一空 他们只是在靠近墓室入口处 发现了一块长1.36米 宽1.25米 厚0.18米 两面都没有磨光的石板 在石板旁边的泥土中 还残存着几块又桃屋的残片 队员们据此推测 石板极有可能是摆放贡品的祭台 祭台上以及壁堪内 当年应该摆满了随葬器物 由此可见 广东新语所描述的情景 并非都是空穴来风 随着淤土被一点点清理 考古队员穿过前室 进入了墓室的另一个空间 硫磺种后室 近身3.48米 宽3.77米 比前室略宽 但面积却小了很多 中国古代墓葬由墓至果室 发展为砖室以后 逐渐形成了前室多用于摆放随葬器物 后室搁置墓主人观国的格局 从考古发掘经验来看 重要的随葬器物 原本应该都保存在前室和两侧的壁堪里 与前室类似 后室两壁 也分布着上下两排壁堪 除此之外 在正对前室的后壁上 应该还排列着三个大型壁堪 但在居中壁堪的位置上出现的 却是一个明显是被后人掏出的大洞 我们清理到墓室的时候看到 很多就是被盗墓者破坏的 也有被后期不了解墓室结构的人 随便乱挖的那些痕迹 包括就是说 透壁的壁堪被敲毁 又往里面去掏的 包括墓室两壁的壁堪 也有很多地方被掏毁 掏进去的 含义就是说 原来应该墓室底下是铺的地板砖 也被翘起来 除了壁堪和地面破坏严重 墓室中甚至有些设施 还可能彻底消失 例如 在类似的大型砖室墓葬中 连接前后室的过道 应该有砖器的门槛或台阶 后室停放棺墓的位置 还应该有比较讲究的官床 刘皇忠自崇祯九年 因为意外发现 被轰墙以来 由于缺乏保护 不知有多少人进入过墓室 在一些笔记小说的影响下 很多人都相信 大型墓葬 暗藏机关 密室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 也的确遇到过 墓葬及果室存在加层 或墓坑 墓道 暗藏洞室的情况 因此 一些后来者 不甘心空手而归 希望发现被隐藏起来的财宝 才耗费力气四处破坏 看到这样的情景 考古队员心情沉重 千百年里 盗墓贼前赴后继 很多人四处钻营 却一无所获 辛苦的发掘看来 也只能是搞清楚墓葬形质而已 2003年7月底 墓室的清理终于完成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 且存在疑点 但考古队还是开始了 对墓道的签力 硫磺种墓道呈斜坡状 墓道口宽3.2米 随着风土甚至地面表土的流失 墓道最北端已经被破坏 可残留的长度 依然有12米之多 通常情况下 墓道里面不会随藏什么东西 作为墓葬进出的通道 讲究一些的 对填土都要过筛处理 对于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 很多时候就是清理墓室 提取有价值的食物资料 然后回填作为保护 类似墓道 灵源这样的附属设施 除了能在葬制方面 提供有限信息 出土文物的可能性非常低 硫磺种形式简单 倒扰的结果又如此彻底 队员们之所以要继续发掘墓道 除了尽职尽责 他们还希望通过这样的保护和整理 让南汉这段历史 从此可以看得见 摸得着 不再是教科书上空洞的语言描述 墓道的清理一开始波澜不惊 填土明显具有分层夯住的特征 而且刻意填入了一些防盗用的碎砖块 可以断定的是千百年来 硫磺种只有这个区域没有被人翻动 那么我们考学常识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这个墓道是没有被捕扰过的 墓道清理枯燥乏味 考古队员只是在靠近涌道的位置 发现了一块被弃制的石板 一块就是在拆下来的长条形的 这个红红的石板放在一边 根据石板的尺寸 对员们推测出了被破坏的封门墙 原本的模样 它的这个封门是用长条形的大的那个石板 三块放在中间横器 然后前后就是内外用这种青砖分堵 形成了一个等于说是差不多是三道的这么一个封门 封门墙外的地面同时也是斜坡木道的最深处 发掘进行到这里已经可以算是全部完成 可谁知就在仅靠封门墙的地方 考古队员最后清理的几产填土下 竟然出现了一个新的遗迹现象 就是木道贴近封门的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类似于可能就是气务箱的这么一个结构 木道填土是否清理干净 依据是已经挖到了柱木时都未曾扰动过的生土 可是在硫磺中 木道填土已经清理到底 工作面上呈现出的依然是扰动过的花图 好奇的队员又往下挖了几产 就挖开了一个类似气务箱的隐秘空间 故名思义 气务箱自然是存放物品的容器 在先秦乃至西汉时期的土坑大墓中 果实空间有限 古人会在周边另置气务箱存放随葬器物 进入砖世墓时代 怎么还有气务箱存在 它又为何出现在封门墙外呢 放在这个木道这个位置 那肯定就是说墓主人下葬以后 然后所有的随葬品放置好了 然后封堵了这个封门以后 可能到最后在木道的这个位置 再搞一些什么祭奠的一个仪式 五千年中华文明时 古人对祖先的崇拜贯穿时钟 帝王庞大的陵园中 不少建筑就是供后人祭拜使用 刘皇庄虽然没有陵园和墓前建筑 但南汉臣民还是以这种方式 对逝去的帝王表达了哀思 历经多次倒扰 又在数百年里门不动开 后来还被当作防空洞 牲口棚 无数人各怀心思进进出出 可谁都没有料到 几经风雨 命运多舛的硫磺种 竟然还有秘密隐藏 那么在这个与木道等宽 空间巨大的器物箱里 他们会放置哪些祭品 这些祭品又价值几何呢 里面看好了 我们也要去一下 这些灵魂的行为 现在中国人机会打电话 都在去 有点